明星家庭的温馨团聚《秦海露夫妇回娘家聚会》 这一消息着实引起了一片关注 毕竟明星家庭的生活总是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在这个新年的第三天 他们选择了与亲人共度时光 而这个简单的举动却是一种家庭温暖的真实写照 现实中的真情真义 社会日渐冷漠的现象已经不再是秘密 但在秦海露一家人身上 我们看到了真情真义的闪光 他们并没有被名利所蒙蔽 而是选择了在家庭中寻找真正的温暖 这种真挚的情感 让人们不禁为之动容 也唤起了对于人性本质的思考 明星家庭与普通家庭之间的关系 往往被过分夸大或是曲解 然而秦海露夫妇的回娘家聚会 却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启示 他们既是社会中的公众人物 又是家庭中的普通成员 而这两者之间并没有隔阂 反而相辅相成 展现出一种新的和谐共生的状态 人生的追求与思考生活中的每个人 都在追求着不同的目标 而秦海露一家人的生活方式 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 他们不以名利为重 而是将家庭的温馨和亲情放在第一位 这种追求内心自在和舒适的生活方式 不禁让人对人生的意义 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对于明星家庭的生活态度 人们往往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 他们过于低调是一种逃避 是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的表现 而也有人认为 这种低调反而是一种对真实生活的回归 是在追求内心真实和平静 然而 无论是哪种看法 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生活的多样性 首先 我们应该意识到生活的多样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对于明星家庭来说 选择低调并不意味着逃避 而是在追求一种更加平和安宁的生活状态 他们可能更注重家庭和亲情 而不愿将自己置于繁杂的娱乐圈纷扰之中